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3月17日星期四早上时间 早晨早晨 今次有我许禅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沙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个早上回来第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区政府的新闻公布 在昨晚3月16日晚上10点44分的时候出了一个新闻公告 就说政府澄清网上有关全民强制检测计划的要传 就说到了 政府发言人就要澄清一下 网上流传的有关全民强制检测计划的实施日期 以及详情并非官方公布 市民切勿误讯 发言人也表示 全民强制检测计划的规模相当庞大 执行上不容有失 政府必须要很仔细地去计划 确保有足够的配套 调配充足的人手 目前的计划仍然在细化的阶段 等细节敲定后 就会向外界公布 以及会广泛宣传 目的就要市民充分掌握到这个安排 发言人也继续说 对于有人在网上散布不实和误导市民的消息 我们深表遗憾 予以谴责圆 之前很多人传3月底26日 较早前还夸张 已经在表决了 立法会 引起了大部分的人 疯狂抢购食物 又要去排队 甚至要限购 Eon那些连周三的会员日都要取消了他 因为避免引得更加多人来 传承风场之后 这些误导市民的消息 传出来的人 相当可惡 看到之前植物体的据称是他的侄子的文杰 很早之前还在自己的油管片上写了 标题说3月26日全民强檢 这些造谣之霸 好心这个植物体就管你手底下这些人 所谓现在的意见领袖 他们那些意见和说的东西 是不是叫做禁可信 我经常都说四个字 心清眼亮 大家停一停 想一想 究竟是否真的 当然如果现在 直接说全民强制检测那里 是未有一个确实的日子 很可能那些人就会撲出来骂 可能又会骂特区政府 犹豫不决 或者为什么任由现在的 确诊数字 仍然在一个这样的高位上横行 变成了 市民方面 生活方面会不变 或者经济上 不同的行业都会大受打击 尤其是饮食业的行业 因为有一部分的想法就是觉得 只要全民强檢 加上这个禁足 好像深圳一样的封城 搞定完之后 就重见光明了 一扑过 反正现在也有这么多限制 大家一起忍他十天八天 什么事都没有 我都说过了 并非这么简单 如果你要责怪特区政府的话 我觉得就相当不公平 因为现在不同的 中央派来的专家组 例如好像组长梁曼莲所说 现在并非在一个适当的时候 一定要准备好了才可以 如果你说 为什么深圳可以香港不行 如果下次好像那些什么西门子 或者好像那些植物太 还去打卡拍照的时候 麻烦你了 你看到有关中央派来的专家的时候 你直接问他们 会不会更加好呢 你们又不会问 只是把问题放入特区政府 只会加深社会的矛盾 就是这些人是什么心态 我们拼一拼 整件事就会清楚很多 希望特区政府的澄清 能够多些人听到 多些人看到 就不会又去那个超市 或者周围去买东西 狂抢 不知狂抢之后 回来的那些人 看到自己的家里 那么多团货会觉得怎么样 不过相信 现在大部分人都会很精神 觉得 他现在这样说而已 现在起码都给我买定 到时候就不用去抢了 我早就抢了 那意思 那就不用抢了 你今天去买都可以 你现在逐天逐天去买都可以 那当然尽量少点出街都是好事来的 那但是我们看回 那时候都是疫情的一个高位 如果这样 在不同的购物的热点上聚集 都是有很大的 过疫的风险 或者叫感染的风险 那我们都可以听下下主任怎么说 刚刚在第九次主持的 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的协调会 那我们都形容香港的疫情 依然都是复杂和严峻的 缓港的抗疫工作 对面临的任务都是非常艰巨的 继续强调要围绕着 三减三重一优先的工作重点 即是什么呢 减少死亡 减少重症 减少感染 重点是人群 重点是机构 重点是区域 采取一个精准有力的措施 优先救治长者 要有罪地铺牌下一阶段的工作 特别是发挥好缓港的医疗队的作用 提高方仓医院等等的 隔离检疫设施的使用率 加快中央缓港物资发放的节奏 和发挥中医药的作用 要坚决打击干扰破坏香港疫情防控的行为 同时也要求各个参与的单位 全体工作人员要保持着昂扬的战斗状态 不能够放松 直到取得香港疫情防控战的最终胜利 而刚才下主任提到一点 我也觉得很哭笑不得 就是打击干扰破坏香港防疫的行为 其实这些造谣之霸 其实特区政府在中央的缓港措施 人员也好物资也好协助下 已经在做事了 如果一边做一边骂的话 那你其实是不是在破坏呢 那很明显是吧 那还有如果夏宝龙主任都没出声的话 那是不是都可以说是 都在认同现在特区政府所做的事呢 那你们又吵到瘋呢 又有什么位呢 又有什么居心呢 所以有时候很惨的 看到这些情况 就是太多这些人在做谣生事 令到香港社会有这么严重的撕裂 黄蓝一起 这个时候用同一个方向去撕裂香港 其实想起都挺多人害怕 以前来说 他们各有各做 就算多不好都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 但如果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大家的矛头都是特区政府 尤其是以林郑月娥为首 因为他们实现不到他们的光时 要推翻特区政府 如果看到现在所谓的叫做蓝营那方面 对于特区政府那方面 那么猛烈的批评 那么猛烈的攻击 天天都说他在防疫抗疫里面做得不好的话 跟着这群黄友又加一脚下去 其实是双响炮 还有香港一个资讯方面很透明的地方 如是这才可以有那么多这些人的做谣事 都那么容易在网络上被别人看到 如果大家有近来看一些新闻 或者看到 留意到股票市场 跌了很多 还近日试过有一天 一日之内跌到过千点 这个恒生指数 然后我见到很多黄友 就出来狂闹 有到狂笑 两样都有 以笑的为比较多些 见到股市跌了这么多 就说特区政府做得不好 这个防疫抗疫 搞到市况真的很差 狂跌 看到很多恒指成分股 都跌得很惊人 如是者那些黄友 大家都知道他们对于国企 中资股 戴上这个偏见和有色眼镜 拿着黄色眼镜去看 马上归咎于 那个恒指成分股 近年来 有很多中资国企 加入了 所以搞成这样 这些完全是胡说的 很明显说 大赚的时候 你们不说 其实你们的对方 已经升了很多 因此见到一个这样的位置 他们当然要马上出来 说多几句 引多些人来听 或者要让别人 订他们的patreon 因为他们有一种的心态 就是那些叫行灾乐祸 虽然他们在香港很多都 但他们仍然都很喜欢听这些东西 我真的不太明白 见到香港想 你们会很开心吗 那时候最疯是那些什么东西 那些什么城邦派 就是那个癫老陈云那些 什么国师 什么大鹏金次了 还说他朝有一天 香港会天火焚成 还是什么 跟着那些信徒 就是说这些 我们在期待天火焚成 咦 你也是在香港住的 天火焚成 神经病 那如是者 他们会说很多 就是和中资股有关 或者国企有关 所以到至到现在 就是这样 接下来都会一揭不振 有跌就没有升 一个星期都不到 整班人全部 接下来就大炒车 最新因为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谈判 释出了一些正面的信息 美国联储局那边 也加息0.25厘 也都符合市场的预期 那美股的三大指数 在刚刚的礼拜三 就叫全线上升 道指初段已经是飙升了 成530点的 本来在意识结果公布之后 一度是倒跌 不过期后都收复失地 那还有其他的 全民消息底下 那很多只的中资概念股 都急升 那恒指的夜期 也都升超过1000点 例如阿里巴巴 高波上升36.76% 京东上升39.37% 拼多多上升56.06% 金龙中国指数飙升32.93% 那即是这群傻蛋 蛋老 因为他们还是有个 打从心底 也会等什么支爆 那也是完全侮辱 那些 rechts 看来似乎会今晚重上 20000点上 мод 不知这帮人又怎样 不过可能很快就会忘记 有可能会说都要小心 风高浪急 之所以为什么真bc常常说一句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世界应该是这样的 不是看人家屎 看他什么爆不爆那些 为什么那些人是这样的心态 等于这样 我常常说 就算我多不喜欢的人 我都不希望他有确诊 因为多的人确诊 亦都会间接地 为这个社会 带来一定的抗疫风险 是扩大一个抗 也或者 有机会引起医疗方面的负担 亦都会妨碍了他本身的工作 除非没有东西 所以说 齐心抗疫 是无分你我 无分颜色什么政见 回来再说一些有关于 疫情的新闻 大家都知道 现在院舍的问题 仍然是相当严峻 我也是常常说的 大家要记住的 平行时空 我们可能现在很舒服的 在家 做家庭势务也好 或者office 上班也好 或者 work from home 在家做东西 继续处理公司的问题 或者银车 或者我自己的店铺里面做生意 什么都好 在这个 平行时空底下 院舍 医院 消防署 接线的中心 追踪板 室内室外 处理着 焰污水的人员 即使 不要因为自己 是一个 宁静 而又安稳的环境里面 忘记了 同一天空下 有其他人 都是 在这个疫情里面 齐心抗疫 尽心尽力 去做事 当然 大家如果留在一个 安全的地方 不要四处去 什么去沙滩 封了 没得去 未来说要去草地 会不会是下一个目标 是会逼爆 迪恩湖 或者那个叫做 西九 那个大草地 这个就不得而知 希望不要 我们都不想看到 特区政府这里又要封 那里又要封 不想被人走进去 如果这样的话 我也不知道封到哪里 会不会连狮子山都要封了 那有关于这个院舍的问题 那现在的目的 和目标 都是要尽量多些长者 去接种这个疫苗 所以 就派了很多的 特兴队 上门 就帮他们 接种了 不过 现在有些 问题出现 发生什么事 这个安老服务协会的主席 陈志玥 他就说 原来 就有一些 私营的医疗机构 拒绝上门打疫苗 发生什么事 因为有院友确诊 大家可能马上会想 咦 他们不是穿着保护衣的吗 那有什么那么害怕呢 我们一起听听 发生什么事 刚才提到的 主席陈志玥 他经营的 叫做 紫云坚 心仪 护养院 原本 在这个月的2号的时候 安排了 卓 都 医疗 去到他们的院舍 帮大概100个院友 打针 不过 这个卓 都医疗 因为他 这一间 院舍里面有确诊者 所以 以这个为理由 拒绝上门 他说当时 真的整个站在那里 由于院舍已经有院友确诊的 传染风险激增 所以 他才立即向当局协调中心求助 要求当局介绍 其他的 医疗机构帮忙 但是 没办法 太多院舍在排队 中心转介的医疗机构说 要去到月中 才有时间来 不是吧 刚才我说了2号 月中 因为 大大话话加上 已经10天8天了 他说 不等了 院舍每天都有这个确诊 不可以再拖了 于是他自己自行联络了商识的 私营医疗机构帮忙 最后都能够安排到 在8号 为院友的长者打针 当日那间的医疗机构 派了三名员工 用了短短一个小时 就已经能够为70个长者 接种了疫苗 在这个时代底下 有些场面我听到都很心酸 都很可悲 有些院舍的院友 刚才不是说确诊的 长者 确诊的话 高风险的就要送去 医院也好 其他不同的 设施里面 听一些 职员说 看着他们送走的一刻 原来很多 四个字 一去不返 你想想多心酸 看着他送走的时候 他可能会没命 是会回不来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 当时 那些人在狂 说什么 谷针 又说什么 找人来教非 这些说话 是相当可乎的 还说 轻症 或者 外防输入做得好 就可以了 香港 就有扩散 是不是 现在呢 就赶回来 为什么 外防输入做得不好 还是怎样 说很多不同的东西 你不能这样赶回来 如果 已经告诉你 会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风险 其实 总会有风险 因为这些是人为因素 总会有这个意外发生 所以为什么 叫大家 打好疫苗 来到预防 有下一波的 疫情 就是这个意思 又不去打 如果好像软死 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不断有软有确诊 去到这个位 才是 叫做打第一针 喂 有没有搞错 其实呢 我见到 行之浴 他这么心急 我都明白的 但是呢 为什么 你们一开始 或者叫做 很早的时候 没有去安排 这些的 接种 是不是 或者向那些长者 或者向他们的家人 说给你们听 接种疫苗 只要 你身体是能够 可以去接种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去到现在 这个叫做 衰点说句 有机会叫做 死到临头了 会拿命了 你才知道 原来打针 只要打 不打会没命的 可能是 就是 倒转两样东西 一开始 他们觉得是 打针 可能是会拿你命 如果现在倒转了 他们是怕 确诊 之后就会拿你命 咦 为什么这么有趣 所以这些院舍 其实都有自己的责任 好了 我不是只怪这个陈志玥 整体 全部的院舍 都是 你也不可以说怪政府了 为什么他不叫 我们打 说了 搞了这个 全城启动 快打疫苗 你没有动 老人家 不是怎么动 你不动 你就安排 就像这样 你自己没有做 再加上 香港的疫苗 量那么充足 那么丰富 我们都听到了 可能你说 不过来也是 私人诊所 那些都有得打的 就是这样 他说 只要人间有 200多个院友 当中有100多个 未打针 3月8日 就是能够为76多人打针 因为有30多人 已经是染疫 暂时就不能打 希望他们没事 说院舍里面 有一成的院友 的家人 不同意 也都未获得 安排接种疫苗 请问这些是什么家人 陈志玥 他都说 那么多 爆炎 怎么分区 哪有那么理想 就是说 你会不会将那些 院友 隔离开 还是怎么怎么 他说 认为香港这个时候 是打仗时刻 他说这些私营的 医疗 自我设限 延估了接种的疫苗速度 他说为什么担心 医疗人员会染疫 他说 你们都穿了全副武装 你们都有很充足的保护 他说 你看看你自己 穿了全副武装 院舍的职员 他们的装备是怎样 他说现实是要医护人员配合环境 不是环境配合医护人员 即是说你穿得怎样都好 整个太空衣都好 到时你最重要帮忙 对不对 所以跟大家有时讲一下这个叫做 望向星云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或者有种感觉就是 一种叫做因果关系 其实 并非什么大道理 为什么现在香港的疫情会这样 这是一个果 其中一个原因 很大程度就是接种率 不够高 如果 接种率是够高 第五波疫情 不会去到现在 如果好像 现在每天去排队打疫苗 第一针也好 第二针也好 你没有问一下自己 为什么 自己没有 早点 打好针呢 即使我意思是 之前 没有人打的 要删除那些 接种中心的时候 还在笑 那些黄人在笑 没有人打的 谷针 谷什么 是不是 又不是打 是不是 柳顺江也打了两针 还有 现在可能 我们大家看到的 是不是只是一个果 这么简单 其实 都可能 每天都是 因果 因果 每天都可能 你做的事 你思考的事 都是一个因 那果几时到呢 我们未知 所以活在当下 我们要做好自己 那有些外展队的人员 都会说的 他们都会 争分夺妙 都说了人手会很紧缺 说自己是48小时后命 好厉害 他说自己是砍石仔 一针一针去打 那好吧 我们记住 就算 什么环境都好 有这些正能量 真的整个社会 都要差很远 那今天的 香港早晨时段 暂时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